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那个大型水管 大型水管 你以为说只有人子耳龟去住的 没讲这个人子耳龟变成人了 对 人子耳龟变成人 我告诉你 它这个大概三平大 三平大 里面有三平大 但是应有 尽有 什么都有 还有冷气 还有马桶 还有浴室间 然后它整个帮你设计得非常好 你床铺下面是放衣服 放鞋子的 然后我告诉你 你注意看 它最重要是 这堆叠都是水管棚 堆叠都是水管棚 而且它在 你看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你堆叠起来就行了 你在野外 在桥梁 你看这个 就在野外 桥下面 你就堆叠起来 你说在台湾很多桥空间 桥下的空间 我们是拿来当停车场 而在香港 因为你地狭人愁 所以我现在连天桥下面我都要利用 而这个利用 我就塞水管棚 这个并不便宜 它这个租一个月多少钱 多少钱 一万两千块台币 这还有一万两千块 你不要看 因为香港现在房价太贵了 房价太高 我租这个水管棚到一万两千块 那是开玩笑 一万两千块 其实在香港 你租不到什么房子的 对 所以在香港 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房子 马桶 预计是什么都可以 三平大空间 能够工作 能够睡 可是我租在水管里面 它有一个最好的功能 它是这个房子不会失火的 对 好 那这种水管房 是不是第一个给我想 不是 我们屏东早就有过寒管房 屏东有寒管房 对 寒管房 来 我们来看 这是屏东的寒管房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屏东的寒管房比较大 比水管大 你看这个寒管房 第一个 比较长 比较大 你看寒管房 而且它的寒管房呢 它不怕地震 为什么 它下面是平的 平了以后 这个用铁架架起来 它的管线都在下面走 然后它也不怕淹水 但是 这寒管房跟香港又不一样了 香港是真正的地下水管 它的寒管房是定制的 它不是真正工程的寒管 它专门定制的寒管 它的优点是可以随便摆 但是在台湾寒管房 你还是要申请建筑指导 不可以随便摆 不是 为什么要申请建筑指导 因为你要有水电 要水电 你一定要有建筑指导 你才能申请水电 你要使用指导 才可以随便 那不像香港 香港就掉得到处乱走 那在台湾 这块地 一定要是属于你的 你才能摆 在香港 随便 你在什么天桥下面 所以我们看到在天桥下面 两个房子中间 你有空地 就摆这个水管屋 所以我们跟它 还是不一样